防疫当下检验 它是一个辅助防疫的重要的武器 重要工具 那台湾本来这个检验收费 我们所有的医疗收费 都不是医院可以自己订的 都是要政府核准的 史上第一次核准到这么贵的收费 那其实从这上面写的 是还不能够看很清楚 背后到底是什么学问 因为包括PCR检验 这种试剂全世界都已经很普遍了 试剂有那么贵吗 那操作跟这个实验室的设备 这两个是很重要 那其实有人问了指挥官 所以他们有列了一个表 说是这背后的玄机 那结果这个背后的玄机 就发现他们所写的成本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是实验室的设备 另外一个是实验室的人事费 各位想想看 这个实验室的设备跟人事费 做自费裁减的时候 以及跟我们做公费裁减的时候 都是这一些指定实验室 都是这样的设备跟人力 怎么混在一起 你怎么知道 哎 阿中 你要去替我们争取经费 来让我们的实验室可以正常运转 而不是说没有去争取经费 然后到了民主要自费的时候 把这样的成本 转嫁到这些必须自费裁减的人 那把这样的成本转嫁到我们人民身上 是曝露出来说我们政府 对于这个COVID-19的防疫所需要的 最基本的这一些检验的一个支持 到现在是不够 所以很多的医院呢 他们就觉得成本很高 然后怎么办呢 政府也没给他足够的经费 他就在你自费裁减的时候 把这个成本灌到了这上面来 我们人民需要自费裁减的时候 被收费这么贵 我不能说也就算了 这真是很惨啦 你知道美国去年在防疫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就说他最惨的 就是说他的医疗太贵 你医疗太贵很多人干脆不要验了 他干脆不要验了 那真是很糟糕 你就形成很多防疫破口 但更糟糕的是说 他也曝露出来我们医护的心酸 他就长期苦撑 然后到了给自费的时候 转嫁到民众身上 但是大家自费也不敢做了太多了 那所以他整天他长期都在那边苦撑 你不能这样子 指挥官纾困经费 你到底拿了多少来做防疫啦 疫苗也没有 实验室也缺乏支持 更不要说这个布立桃园医院 你看为什么分流没有办法做好 还在那边交叉感染 就是你的经费都没有好好的去争取跟配置嘛 其实这次我们为什么会说台湾真的很贵 因为其实刚刚讲到欧美 我们今天刚好有个14天妹妹 她是从美国来的 你不能跟对岸比 他们会说对岸是开发中国家 不能跟他们比 要跟欧美比 因为这个刚好我们现在拿的这一个刚好是我朋友 然后呢她就到上海 检疫完了然后14天检疫完后 还是要验影自己阴性才可以出去嘛 然后就到了那个防疫旅馆 要帮她筛检筛完 要收钱啊要收多少呢 120人民币 然后我昨天OK 我就用昨天汇率算了一下 大约是新台币519.45吧 所以好算上520好了 上520好了 可是这个价差还是很大啊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从收费来看啊 这个对岸这么便宜 也不算什么太了不起的事 有些国家 它其实各位也都看到嘛 很多地方 如果有发生感染的疑虑的时候 它其实就开放民众都去裁检 在美国有些大学 它也让学生要裁检 因为不然你去学校 大家也觉得很担心 那这个有的甚至于没收费 所以这是真的是很奇怪的事情 但我们再来想一下 我们再深入给大家分析一下 今天这个实验室的设备跟人力 那政府有没有给它一个基本的支撑 因为这叫固定成本啊 那如果政府是靠着我们公费裁检的时候 每一件给它多少钱 那各位就知道说 因为我们锁国嘛 锁国了一段时间 所以入境的人数呢 事实上是有限的 那锁国以后 我们也就很久没有本土感染 所以这种论见记筹的量 就相当少 那相当少的情况 它实验室的固定成本 没有人帮它出 所以就转嫁到大家身上 那可是这也就凸显出来说 你这个基本的 基本的固定的这个成本 在防疫如同作战的情况之下 那你的这些武器 你不能够说靠民间自己来想办法 你政府该要有的基本的这些配备 基本的量能 你一定要做一个充足的这个准备 否则你就看到像部立医院在烧 医护人员的血泪新生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感染了 然后不给他资讯 而且不帮他们全面裁剪 那你就算不肯全面裁剪 你对于有疑虑的人 能不能开放给他裁剪 也不肯 那借口呢 又是说检验量能不够 所以你去看这个收费 你就暴露出来 政府对于检验的量能 固定的成本的支持 负资缺辱 拜托啊 再穷也不应该穷防疫 再穷也不应该穷防疫 那结果让大家呢 还要自己到处去想办法 收一些钱 来弥补一下 就把民众当肥养 这很可怕 防疫的时候 真不能干这种事情 这发灾难财啦 你这样只好 陷我们意见于不义啦 这次其实很久就讨论到说 不管是像在很多国家 不管是大陆哦 那不要比大陆 好那像是前阵子 我有看到 有YouTuber确诊 然后是在法国 他觉得怪怪的 然后就可以去那种 像是德莱索这样 立刻就可以裁剪 那为什么医护人员 他每天都在高风险的地方 为什么他不可以 觉得怪怪的 然后就裁剪呢 对 我常常觉得 我们这个指挥中心 好像 好像我们都要给他一个 一个很清楚的 可行的建议 不然他都会想不到 说还三不五十 不是三不五十 每天从早到晚 都在骂和平封愿 然后呢都骗人家 说那时候没有卫生署 这是可恶死了 然后还把封愿妖魔化 太可恶了 好了 现在我们就来再给他 一个具体建议好了啦 很烦耶 我就觉得 你可以有一个 比如说网路可以登记的 这样的窗口 让觉得有担心的医护人员 而还没有办法得到裁剪的 让他去登记嘛 那你就可以帮他安排 那你有一个专门在裁剪的地方 那就是让医护人员 就是这样排好了 这样来进来裁剪 其实在这种时候的裁剪 你真的是可以去仿效欧美的做法 人家有疫情爆发的地方 他要做一个系统性的裁剪的时候 他的防护 他并不是说真的裁一个 马上就要跑进去里面换一套 又出来裁一个 他不是这样做的 所以 这是上天真的是在怜悯台湾 让我们有一个演习的机会 去年人家韩国三月份 就能够做的事情 请问一下台湾到底民国几年才能够来做 就要赶快提供医护人员 这样的一个可以让他登记 可以裁剪 假如你真的就是 怎么样都不肯普筛的话 那可是医护人员 像这样有一个群聚 为什么 你现在就会知道其他国家 他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 针对可能疑似受感染的人 去做一个这个有范围的普筛 为什么 他就是要在疫情的当下 一次的迅速的界定感染范围 你看到现在每天都在剥洋葱 我们也不知道今天要不要再剥一层 为什么 他就耍佛系啊 慢慢来啊 指挥中心觉得病毒啊 都受他的指挥 那其实不是 病毒很狡猾 但这次真的很幸运 遇到这个新冠肺炎 而且呢 是看起来是没有超级传播者 你如果真有超级传播者 你现在真的不知道要网送多少生命 网费网送多少的这个感染者 所以其实人家为什么发生了一个群聚 那他们要去对于这一个比如说这一个社区 或者像这个是在一个医院 在一个场所里面 他要去做一个全面的这个检测 就是你一次嘛 赶快把这个感染范围做一个界定 而且他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灵敏 他会有假阴性 但是呢你最起码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辅助程度 他可以帮你指出来说 好就算验三个会露一个好了 但是你最起码你有验出来 你就知道说 原来这个某某病房也有 原来是不是急诊也有 是不是门诊也有 那你这个范围就可以更快的去抓得清楚 一次把它抓多一点出来 而不是慢慢的等人家发病 再等人家发病 再等人家发病 这个你遇到超级传播事件的时候 你真的是真的是买乎啦 真的是买乎 别别别别别别ש began 哈